好,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門的話呢,它的大小又有很多的尺寸 一般的臥室門 然後呢,再來就是一般的廁所的門 或者是呢,大門 這些門的大小都會有一些變動 同樣的,我們也不會希望說每一次都要畫一遍 做好一個以後,能夠利用動態圖塊的方式 我們一樣能夠做出我們想要的一個門的效果 好,看一下,我們的門將來想要幹嘛 我們的門呢,將來可以大大小小嘛 對不對,可以做一個大小的調整之外 這個門呢,左開右開,是不是也能夠做調整 對不對,然後呢這個門 這樣子開,或者是這樣子開 對不對,也能做調整 也能夠大大小小的去做調整 甚至,如果我的牆是有點角度的 我也可以根據動態圖塊的方式 我可以做出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門 有沒有 直接貼在一個斜面的牆上面 好,那至於這樣的一個動態圖塊 我們可以怎麼做 好,我們一樣先做一個90乘12的一個矩形 好,我們在這個地方 一樣找個空位,畫一個矩形 假設這個門是含門框喔 好,小老鼠90,豆號12 對它做一個矩形 然後呢,我們會對它做一個分解 好,分解開以後 分解開以後 我們在這個地方做一個 一樣是一個門框 這邊的門框我們給它設定成6公分好了 設成6公分的門框 所以呢,我們就會去對它做個偏移 好,回到這邊來 偏移 6 這邊進來 這邊過來 好,接下來我們可以對它做一個修剪 我們先把這一段先剪掉 先做一個沒有門框的 好,等一下再來做一個有門框的 好,然後這個地方我會加條直線 從終點 下來 3公分 接起來 這邊也是一樣 從這邊的終點下來 3公分 接起來 好,對它做個修剪 我會得到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造型 可以嗎? 好,先幫我做到這邊 這邊做好以後請你幫我畫個圓 很簡單 畫個圓 圓心我們選這邊的終點 然後呢 連到哪裡 連到最邊邊好了 這樣子呢 給它做一個開門的方向的感覺 好,然後我這邊再做一個門板 這個門板呢 我可以從這個地方 我可以去拉一個矩形 從它的終點這個地方 拉一個矩形 到哪邊 到最高的位置 過來 3公分 這個是當做我的門板的厚度 跟我的門板的長度 好,做完了以後 請你對它做個修剪 這樣子我會得到這樣的一個效果 OK 好,這邊稍微凸一點點沒有關係 這個不重要 純粹是一個示意圖 告訴它一個開門的方向 OK 好,有一個開門的方向給它 好,等一下幫我從這個端點 當作圓心畫一個圓 直接連到這裡來 然後呢 再幫我做一個矩形 接到我的圓上 然後呢 再往右 3公分就好 好,請你幫我做到這邊 好 當我們做好以後呢 把它 做一個圖塊 好,建立圖塊 好,這邊可以給它一個名稱 譬如說叫它推門 然後呢 給它一個基準點 好,基準點我選在這邊的角落 然後呢 一樣選取物件 把這堆框起來 好,Enter以後 轉換成圖塊 對不對 做好了以後呢 我們等一下要到圖塊編輯器裡面來 好,這邊的動作就蠻多的了 好,請你先試一下 我們先來認識它的動作 我先關掉 我先回到我們這邊已經有做好的 我們希望這個門能夠 往右邊的時候 誒,是不是會變大 對不對 可是呢 這邊有沒有變大 這一塊有沒有 這塊沒有 它只是移過來而已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先記得 這一塊好像是要用移動 對不對 我們這一塊喔 應該是用移動 它沒有比例喔 它沒有比例 好,再來呢 再來呢 看一下這個圓 這個圓 這個圓 這個圓弧 這個圓弧是不是變大變小 對,它變大變小喔 你標標看 譬如說這邊的半徑是76.77 當你往右邊拉的時候呢 這個半徑會變成114點多了 對不對 所以呢 它是會變大變小 那這個圓弧應該要幹嘛 是不是要做個比例的動作 對不對 它應該是比例 好,再來你會看這個門板 這個門板 它會變長變短 這個門板能不能用比例 行不行 不行啊 因為門板沒有變厚啊 對不對 就跟我們剛才這個一樣嘛 它沒有變厚啊 它只是變長變短啊 所以 這一段是不是要做成拉伸 有沒有 所以呢 我光這個門 一開始就有三個動作 底下的門框的 這個門框的部分是 移動 這個地方是比例 這個地方是拉伸喔 好 這時候呢 了解它的動作了 我們就來試試看 一樣按一下右鍵 到圖塊編輯器裡面來 一樣先給它一個參數 線性參數 好 我從 注意一下 我從這個點 這邊要注意 我要從這個點 到這個點 拉過來就好 這一段 為什麼要選這一段 我為什麼不選旁邊 因為呢 這個區間 這個區間 這個 抱歉 我們選這個點 好了 我們選這個點 因為它 還會牽涉到等一下的比例 所以說 我們的比例的基準點 要搞清楚 我們從這個點 從這個點 到 最邊邊這個點 都是一樣的 寬度是一樣的 好 這一段的距離 這邊要搞清楚 然後呢 我把這個箭頭 我們可以刪掉 有沒有 好 這時候 我會先對它 做一個簡單的 移動的動作 選擇移動 然後呢 它要我選取參數 我選這個參數 然後呢 從這個點開始 然後 選取物件 我要選的是 這一段 我把它框起來就好 沒有圓弧喔 好 Enter 做好了以後 試一下 你往右邊拉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什麼 欸 它是不是會移動了 對啊 它有移動了嘛 有沒有 它有移動了 好 這邊 請同學可以 試試看 試一下 好 一樣我去點選它 按下右鍵 到圖塊編輯器這邊來 這時候呢 我選一個比例 好 我去點選比例 然後 它要我去選取參數 一樣嘛 它變動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圓弧要跟著變動 所以參數一樣是它 然後呢 選取物件 選這個圓弧就好 它要你選取物件喔 好 選擇 選取物件 欸 選完之後Enter 這樣就好了 因為它自己幫你抓到這個圓弧的 圓形的位置了 好 也是你這個距離開始的地方 好 這時候關閉 再測試一下喔 拉動的時候 欸 有沒有 它跟著比例縮放了嗎 有沒有 OK 又多了一個動作囉 好 這邊你可以試一下 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知道這個舉行是不是要拉伸 好 我一樣點選它 按一下右鍵 到圖塊編輯器這邊來 好 我一樣選擇的是 拉伸 然後呢 它有我選舉參數 好 一樣是它喔 因為是它去變動的時候 它才會跟著變嘛 所以呢 有同學說 老師難道我不需要做一個線性選這一段嗎 不需要 因為你是從這邊去拖動的 然後這邊會變動就好 對不對 所以說你不用自己再去 在這一條線上再做一個參數 不需要這樣做 好 我們用原來這個就夠了 因為我的變化都是從這個點開始 往右或往左的 好 所以呢 不需要再去做一個新的參數 好 選擇動作 我們是不是選擇是拉伸動作 然後呢 它要我選取參數 是不是選它 選完之後一樣是這個點 然後呢 給它一個框架 是不是這一段 那你真正要拉伸的 是不是只有這個矩形而已 這個圓弧要不要 不要嘛 圓弧是移動而已啊 是比例而已啊 圓弧不管它喔 只有這一段要拉伸喔 好 選完之後 Enter 這時候關閉了 好 這時候選擇 儲存變更 來拉動看看 當你在拉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 確實 有點變長 可是 好像歪歪耶 對不對 歪歪的耶 不是我想像的結果耶 它有變長沒有錯 可是粗粗耶 好 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一樣 到圖塊編輯器裡面來 針對 拉伸這個動作 點選之後 按一下右鍵 性質 好 在性質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做角度偏移 有沒有 這邊幫我設成90度 讓它一直是往上就對了 而不是往0度的地方跑 好 是往90度的地方跑 好 這邊的角度偏移是 原本是0 0是往0度的方向走 所以說你會看到 我往右邊拉的時候 那個是越來越往右斜 越來越往右邊斜 它是往0度的方向跑 可是我不是 我要往90度的方向走 好 這邊是要改的是角度偏移 好 關閉以後 記得存檔 你再去點選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什麼 唉唷 又聽話了嗎 對不對 它是往90度的方向拉伸的 有沒有 好 這邊請你試一下 謝謝 是rar 無數目的 你會不會有空 如果你是否 我會不會有空 你會不會有空